爷爷 我想办一个婚礼 你还好意思办婚礼 现在是办婚礼的时候吗 怎么了 做事得讲究轻重缓急 你先告诉我 你打算怎么把这绯闻平息下去吧 我 我办一婚礼 谣言不攻自破啊爷爷 你办了婚礼 这绯闻的题目就会变成 龙一新婚前夕 出轨女演员 陈小姐 请 谢谢 那实在不行 行了 还以今天晚上就走了 陈轩怡来这么龙家 谈龙辰基金会的事 龙家谁跟她携掐啊 我爸不是下周回来吗 糊涂 那轩怡是冲着你爸来的吗 那也不能冲我来爷爷 我跟静美都领证了 所以更要跟轩怡处理好关系啊 我不管 我只要张静美 谁让 都结婚的人了 你怎么就长不大呢 我问你 做生意的本质是什么 供赢 人无笑脸莫开店 会打圆场自落台 你说你这 我就供赢个屁啊 真是 陈小姐 您稍等 谢谢 龙少爷 哟 心情不好 甭打听 不会被爷爷骂了吧 爷爷不知道多喜欢我呢 你都二十五了 能不能别天天各约二院大班一样 龙一你幼不幼稚啊 大家都是同一天生的 能别整的 谁比谁成熟多少似的吗 有意思吗 反正我记得有人说过 二十五岁要娶我的 你 大姐 八岁的事你还记着呢 学你啊 记一辈子 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 这 这 这 正美 你别听她胡说 我 这位是 这位是 张静美 龙一的妻子 陈轩怡 陈轩怡 龙一的 好朋友 您好 您好 爷爷 爷爷 爷爷好 都来了 都坐吧 跟服务员说可以上菜了 真是我兄弟 没骗你 我知道 女兄弟嘛 听海姨说 轩怡已经去公司 交接过了 是 龙城基金会 马上就要揭幕了 要准备的东西还挺多 好 好 辛苦你了 听说静美在剧祖 也还不错 挺好的 爷爷 看来最没长进的就是你了 我怎么了 你要知道你的身份 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龙家 现在是龙城基金会立足的关键时刻 我不管你跟那些女演员 是怎么扯上关系 我希望在龙城基金会揭幕之前 我不想再听到那些乱七八糟的花边新闻 嗯 再说静美 不是还要在剧祖继续工作 是吧 不是爷爷 我再说一遍 我跟那些女 你 没事 静美 静美 她就是我一个女性兄弟 那话就是小时候说的 根本不能当真 真的 同年同月同日生 纯属巧合 你们还挺有缘分的嘛 这我得澄清一下 这属于我妈跟她妈的缘分 昨天晚上没有回家 跟兄弟喝酒去了 是啊 不 没有女兄弟 没有陈轩怡 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晚上没有回家 为我多担心你 是是是 你以后要是再敢不接电话 手机关机 我就死定了 走吧 爷爷刚才说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办 他就那么一说 消消气就好了 哪有那么简单 你没听爷爷说 绯闻会影响寄金揭幕吗 哪有那么夸张啊 先说好啊 我肯定不跟孟浩道歉 不道歉怎么学会成长啊 道歉就成长了 这就是我们平凡的人生啊 少爷 喂嘉琳 登门飞下午三点要接受苹果台专访 地点发给你了 你看着办 好我知道了 我有事先走了啊 我送你啊 不用 工作上的事我自己去 龙少爷 新婚快乐啊 羡慕啊 羡慕的话 我可以给你介绍男朋友 没别的 就是兄弟多了 你教兄弟那么随意 我还是谨慎点吧 我还是谨慎点吧 好 对 感谢观看